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 韩国网友们关注的几件事情 5月16号结束了海外行程的N.I.P.L. 在仁川机场入境的时候 机场内来了非常多N.I.P.L.的粉丝们 而成员们在保安人员们的协助下移动的时候 保安人员们用手制止女性粉丝们的样子 掀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在现场的粉丝们表示 保镖们这样使用暴力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只是为了看一眼自己的偶像而已 怎么可以这样对待粉丝们呢 但是很多网友们都表示 这根本就没什么问题啊 那样靠近的话要怎么办呢 前后都挡住了根本就不能移动 保镖不是人吗 不是说他做的对 但是一开始就靠近推保镖 如果突然拿出刀的话怎么办 然后这是粉丝 是吧不要弄脏粉丝的名字了 虽然觉得是有点过分 但是一点都不觉得那些粉丝们可怜 真的就好像是僵尸一样 最近机场人不多还可以 以前这些私生饭 真的会给一般乘客机场职员们造成困扰 对于爱豆保镖们的过度保护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SN娱乐正式对媒体表示 这次是8月成员都参加的完全体专辑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了今年发行出道15周年专辑 也会公开特别的团宗节目 我哭了 哇太高兴了 我钱都准备好了 就等你们出来 8月8名完全体 终于能看到苏喜4K直拍了 所以应该也能看到 拿着Anchor舞台玩的 我期待 当地时间5月14号到5月15号 女团Twice在美国洛杉矶 举行了世界巡回的安可演唱会 这也是K-pop女团首次在美国户外体育场 开演唱会的大记录 而全场的门票也都收光了 歌好孩子们漂亮 还一直都这么努力 所以不是粉丝的我都替他们高兴 Twice真的是最理想的女团 在韩国达到顶尖 在日本也达到顶尖 然后去了美国户外体育场 这个年次了 一年也持续回归一两次 现在还有很多团宗可看 7年次的女团持续发表专辑举行演唱会 规模也越来越变大 对整个爱斗街来说 也是个好事 然后在这次的Twice演唱会 一位特别热情的观众 也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然后还有一件消息就是 初到7年次的Twice成员们 终于开通了个人IG 一直以来 Twice成员们都是共用一个账号 与粉丝们沟通 但是突然就给粉丝们 这么大的惊喜了 希望通过Twice成员们的个人IG 能看到更多更不一样的样子 新人YouTuber 一个YouTube频道 因为用不长的时间 就突破了10万订阅 而获得了他们家的关注 这个YouTube频道名叫 随便吧 Thank you 2014年1月 Girls say something 这些歌曲都是 2014年1月发表的歌曲 一般1月份是淡季 14年1月份是吹了什么风呢 好怀念最近都没有这种风格了 都这样了也没有说有多成功 所以最近都不怎么推性感风格了 所以大家喜不喜欢这种性感风格呢 庞滩松明胆三贯王 庞滩松明胆在2022年美国Pillibod的颁奖典礼 获得了Top Duo Group Top Zone Series Artist Top Selling Song 等三贯王 而庞滩松明胆也创下了2017年开始 连续6年在Pillibod获奖的大纪录 哇 已经6年了 竟然连续6年Pillibod 恭喜恭喜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